好 天舟6号货运飞船预计10号将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这也是中国空间站转录应用和发展阶段之后的首次飞行任务 这一艘专门为空间站送货的飞船究竟长什么样子 那么这一艘的第一单太空快递有哪些的宝贝 天舟6号的载货能力相比于之前有怎样的不同 来看我们记者的报道 天舟6号货运飞船长10.6米 重13.5吨 载货量7.4吨 是目前世界上运货能力最强的飞船之一 天舟6号由推进舱和货物舱组成 垂直来看的话 下方较小的部分为推进舱 上方较大的则是货物舱 搭乘长征7号运载火箭升空的天舟6号 可谓满载而发奔赴天宫 它也是第五艘到访中国空间站的货运飞船 经改进升级 天舟6号的载货量从之前的6.9吨提高到7.4吨 而其有效装载容积则从18.1立方米提升至22.5立方米 扩大了约20% 天舟6号快递的物资种类和过去相差不大 主要包括服装 食物 饮用水 实验设备等 其中 新鲜水果重约70公斤 是天舟5号携带水果重量的两倍之多 在太空出差五个多月的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 日前对天舟5号上剩余的货物进行整理 迎接天舟6号的到来 而位于空间站组合体后向端口的天舟5号 与空间站分离 为天舟6号让出对接口 自2017年天舟1号成功发射至今 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便是向中国空间站运输物资 补给燃料并下行废弃物的使者 常被形象地称为太空快递小哥 而天舟6号的远征 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转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后的首次飞行任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